如果留150千 那么就一起来看看这一辆D-Segman SUV 说的就是它LIPOTO T10 也就是说LIPOTO T10 首先要讲的就是它的外观的部分 可以看到的是它前脸是采用封闭式的设计 它跟国外的版本不一样是没有这个贯穿式 整条只有天使之一头灯 而车尾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像Porsche Carien 采用的是贯穿式LED尾灯 电动尾门少不了 打开过后里面有370链的 如果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把椅子六四分离翻倒 再来跟大部分的EV一样 是没有SPARE DIA的 只有一个补台机给你 而车側的部分采用的是20寸龙泉 悬挂的部分不得了了 它是Marsalati精心调销出来的 头顶的部分它不像国外的版本 是有罗哈尼的警官雷达 说真的 幸好没有那个是因为它吐起来 是有一点点丑了 另跑系实的其中一个吐槽点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车钥匙的 它是需要通过NSC卡片来解锁车辆 来到内室你是需要把这一张NSC卡片 放在这个中央控制台这里 才可以启动车辆的 你们觉得如何呢?方便吗? 是不是很容易不见? 官方表示一辆车只能够配五张罢了 好打开这隐藏式门把手来到内室 你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环保材质 据官方表示它是baby friendly的 像是小孩子咬也OK 或是呕吐物抹一抹就没事了 但整辆车看上去非常的极简 没有什么实体的按钮 尤其是这个隐藏式的冷气出风口 极简是极简的 但是有一点麻烦 当你要调节的时候 是需要通过中央娱乐主机进行调节 气氛氛围的轻轻色那样 幸好鬼节已经过了 它其实是有很多颜色可以进行调节的 前方有一个多功能的皮革方向盘 可以进行上下前后调节 采用的是像Tesla的实体按键 还有加了功能 前方有一个10.25寸的全夜景仪表盘 中间有一个14.6寸的中央娱乐主机 暂时是没有Android Auto Apple Cup 喂 是谁说中国车什么都有啊 360摄像头还有自动博车入位的功能 全车共有12G音像 我们来天地小段它的胭脂不合法 再来车车的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有测试你是否够精神的雷达 中央扶手里的空间非常的大非常的深 椅子的部分采用的是电动调节皮革座椅 含有通风加热功能 而副驾的部分还有这个sleep mood 或者是can mood 来到后座 身高180cm 脚步空间非常的大 还可以翘脚踢 头顶的部分有全景天窗 还有这个电动调节遮阳脸 中间的部分有两个杯架 两个冷气出风口 下方还有一个Type A 以及Type C的 地板几乎是平的 中央扶手里跟其他的车 不一样是没有杯架的 椅子的部分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 来到动力的部分 其搭载的是单电机 RWD后轮启动系统 数据规格 电池组搭载的是69.9KWH电池组 最远续汉可以走530km WLTP最多可以走420km AC charge支援11GW DC charge支援80GW 30-80%只需要30分钟 充电18分钟可以跑200公里 当然它也有V2L功能 安全配备的部分 它支援LV2 搬自动驾驶 驻驻系统 该有的安全配备都有 最后最后 目前为止 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一季配是在10月份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下方留言给知道 我是俊杰 这里是ChariCars 拜拜 Save more more safe ChariCars Cars Cars Cars